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芳野心之肚明 仍然不肯接受这个事实 他骄傲了那么多年后 要叫他低头去讨好原本瞧不起的二姐和大哥 刘芳情何以堪 明明要靠着刘芬才能翻身 却一点没有真心悔改 发现夏大军娶了小雨 刘芳忍不住幸灾乐祸 被梁炳安一阵骂 刘芳脸上的笑也挂不住 通知李凤梅有啥用 李凤梅见不得我好 刘芳讨厌自己大嫂 说起来就牙痒痒 她跑了伤都多少次 软话说尽 李凤梅都不肯相信她 别说帮忙缓和她和二姐的关系了 连刘芳的联系方式都不肯告诉她 防她像防贼一样 刘芳只听七景村的人说 二姐搬去了京城 具体搬到哪里 村里人也不知道 或许陈旺达知道 刘芳户口还在七景村 村里一些事总要联系刘芳 但陈旺达也不可能告诉她呀 刘芳对陈村长还真有点怵 梁炳安忍着怒火 她当初怎么娶了刘芳 年轻时涂一张脸好看 现在才后悔 只有脸的女人有个屁用 一点都不聪明 生个女儿也是 长得倒挺好看 比得上夏小兰争气吗 梁炳安还要靠刘家人把怒火压下去 你只管去找欢欢舅妈 她肯定会转告欢欢二姨和表姐 这事啊 不管他们之前知不知道 你跑这一趟 他们要成你的情 欢欢快考大学了 你难道不想她有个依靠 我们还有时间慢慢来 这样的事多有几次 你和欢欢二姨慢慢的呀 就恢复走动了 梁炳安也看得很清楚 夏小兰年纪小 却心狠手辣 从夏小兰那里突破 只怕没机会 倒是刘芬 老实木讷 曾经也很看重姐妹感情 从刘芬那里突破 两家人才能恢复走动 梁炳安盘算得好 现在需要刘芳的配合 两人是多年夫妻 梁炳安难道不了解自己老婆吗 别人是重男轻女 刘芳是重女轻男 对儿子梁宇马马虎虎 却很关心女儿梁欢 但凡为梁欢好的事 刘芳肯定会去干 说句不好听的 当初要不是梵振川 他妈妈瞧上了梁欢 刘露出要让梁欢 嫁给梵振川的意思 刘芳也不会下得没主意 把娘家外甥女儿 推出去顶纲 后来的事儿就一言难尽了 既想要解救梁欢 还想从中牟利 梁家人积极牵线搭桥 哪知道踢到了铁板 因为一个夏小兰 梵振川倒了大霉 梁炳安的植物也被撸了 果然一提到梁欢 刘芳脸上的表情就有松动 她的女儿不能过得比别人差 偏偏家里又不能给梁欢提供助力了 梁欢成绩也普普通通 明年能不能考上大学都说不好 难道让梁欢窝在河东县 随便找个男人嫁了 从此平淡一生和夏小兰的差距越拉越大 刘芳一想到梁欢会有平庸的未来 就心痛得要命 好 我明天就去一趟商都 一定把这件事给办好 梁炳安心中一松 这样也好啊 老天爷不忍心看我们倒霉 让你看见夏大军和梁震川的保姆 夏大军发了财了 那种蠢货 捡梁震川的破鞋穿 还是一双不知道多少人穿过的破鞋 现在就算发了财 将来也守不住 梁炳安语气中带着酸味 凭什么连夏大军那样的泥腿子都能发财 而他只能贤富在家 老天爷有时候真不长眼睛 不过最不长眼的还是夏大军 要娶新老婆 遍地都是女人 偏偏和小雨搅和在一起 夏大军知不知道小雨和夏小兰的牵扯 有了凡家的事卡在中间 小雨说不定恨着夏小兰呢 夏大军若是了解内情 那岂不是要和小雨凑在一起 算计夏小兰和刘芬吗 夏小兰和刘芬现在是能碰的吗 谁踩谁倒霉 想到夏大军或许要比梁家更倒霉 梁炳安也有一股幸灾乐祸 若是夏大军不知道内情 那就更好玩了 不是梁家看走了眼 夏大军那个瞎子 居然也配生出夏小兰那样 有本事的女儿 夏小兰有本事 偏偏是夏大军的女儿 夏大军还不珍惜 活该夏大军要倒霉 梁炳安美滋滋 倒了一杯酒慢慢喝 一边骂夏大军是你腿子 如今却在心里和你腿子一争长短 从梁局长沦落到如此光景 也不知道她有啥值得好高兴的 却说刘芳第二天跑去商都 李凤梅看见她就头疼 冷着脸不想搭理刘芳 刘芳却给她带来了个大消息 你说夏大军再婚了 刘芳一脸愁容 可不是吗 我看见也不敢信 你都猜不到她跟谁结婚 就是梵振川家 以前的小保姆 梵振川的远方亲戚 和东县好多人都知道 两人勾搭成奸 还气死了梵振川的老婆 后来梵振川被抓 这个保姆也不见了 大嫂 你说这俩人搅和在一起 说他们对二姐跟小岚 没啥坏心思 这谁能信呢 我看见了就担心得不得了 赶紧过来告诉大嫂 你要提醒二姐小心点 我看梵振川的保姆 像是有了身孕 夏大军还不被她指使得 团团转呢 李凤梅没给刘芳好脸色 梵家的事就是刘芳惹出来的 现在倒是轮到刘芳来 装好人了 不过刘芳说的也没错 和梵振川勾搭成奸的小保姆 嫁给夏大军 这事怎么想都很各用 虽说阿芬和小岚现在过的日子 不是夏大军能想象的 那条臭臭 没本事再为难母女俩 但不怕贼偷 就怕贼惦记 这件事还是要和小岚提一提的 行了 这件事我知道了 会告诉阿芬的 难为你跑这么一趟 刘芳挤出一个笑脸 我之前对不起二姐 也知道错了 现在能帮上二姐的忙 我这心里也能好受点 刘芳随便说啥李凤梅都不信 把她打发走了 才掐着点儿给京城打电话 接电话的要是小岚她就说 要是小姑子她就忍一忍 李凤梅还是更信任外甥女儿的本事 幸好电话通了 是夏小岚的声音 李凤梅赶紧把刘芳带来的消息讲了 电话那边夏小岚沉吟 诶 我小姨是怎么回事 想看热闹还是转性了 行了 舅妈 这件事情我知道了 您先别告诉我妈 我想想怎么说吧 谢谢观看